纽约会客室由Chase赞助播出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旅美青年演员 也是导演王浩松 大家好 你好 其实刚刚在介绍你的时候 我很犹豫 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样的称谓比较好 因为其实你自己学的是金融专业 是吧 现在是金融分析师 在投行做 但是你又有很多身份 也拍话剧 也演话剧 导话剧 还拍电影 也做主持是不是 对 是去年 是今年吧 北美高校的春晚 歌大春晚是你主持的 对 今年的北美高校春晚 我和另外一集 几位同行一起为大家贡献了一首十朗诵 双语的十朗诵 然后今年的歌大的春节晚会是我担任主持的 对 然后刚刚这个长江剧团双管祭是你导的 刚刚结束演出是吧 是昨天和前天两场 怎么样啊 作为导演 你对这个演出的效果满意吗 我觉得还不错 可能一百分的话 可能一百分的话七八十分吧 因为我们排练的时间比较紧 然后 储备了多长时间 大概也就一个多月 总共排练加起来的时间 可能也只有三十个小时左右 然后整个一个full run through 就是演出前的一个整体的彩排 也就大概在四个小时左右 所以我当时在台下 我也是一直在出汗 就像打个比方吧 就像是球场上的教练一样 看着自己的队员在球场上 其实教练有些时候比队员还要紧张 还要紧张 因为你自己演过话剧 也做过演员 所以你更能够了解 其实演员在台上 可能会有些状况 或者是说你会为他们 可能从他们的角度 又多了一份担心 对不对 那双管记 我听这个名字 我很难想象 它是一部什么样的话剧 其实这是一部 由长江剧团编剧江山 所写的一部 sorry 一部原创的双语题材的喜剧 讲的是两家餐馆 一家是纽约的意大利餐馆 一家是中国四川的本土的川菜馆 然后两个餐馆 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故事 而中国餐馆的老板和老板娘的儿子 正在纽约读研究生 在一个晚上他走进了纽约的意大利餐馆 然后他们通过跟儿子之间的父母 跟儿子之间的电话 衔接巧妙地把整个两个餐馆 可以说两条永不相交的线 把它给相交起来了 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它里面其实包括了我们华人 在美国做的一个比较多的餐馆行业 另外就是留学生题材也在里面 所以它其实是两个社会层面的不同的群体 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故事 所以这故事内容应该是很丰富的 对 这个故事的利益非常的高 它牵扯到很多比较热点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中国的生二胎的话题 比如说美国的种族的问题 比如说也提到了像金融危机的问题 也提到了各种各样 就是可以说比较包含的范围比较广 所以是一部比较内容题材 比较丰富的一部作品 这其实已经是你导演的第六部作品了 对吧 而且你之前还演过十几部话剧 对 那你跟这个话剧结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可能得从高中时候吧 在上海的时候 对 可能当时最早是在学校的话剧社 然后又到了艺术团的话剧团 再到大学期间回国给大学的话剧社 给他们导演 就是还是比较广 可能算下来得有十年 十年肯定至少有十年的历史 对 14年的时候 你有拿到这个中国全国大学生话剧的一个 这么一个导演奖 对 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大学生的话剧团 给他们导演 作为艺术指导和总导演给他们 主要还是一些 general的一些指导方面 那我想问问你 就是作为你的专业 其实怎么说呢 学金融我觉得在纽约还算是一个大类工作吧 就是很大一部分曼哈顿的群体都是在做这个职业 而且金融分析师我们也知道 就是其实他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工作强度也是很大的 对 那话剧表演对你来说 其实他也占应该是也占据了 包括一些其他主持的工作 也占据了你生活很大的一部分 对 时间和空间 可能差不多按百分比来说的话 可能是一个七三开的比例 70%可能是在职场上的工作 另外30%可能就是参加各种的活动 排练 包括演出 应该说这是一个 彼此互相调剂的一个 就是整个生活 怎么说呢 就是不能光有主食也得有菜肴 所以艺术对于你来说是菜肴 对 因为 就说实话 可能我自己本身更喜欢的 可能是艺术方面 表演演戏啊 导戏啊各种方面 还钢琴对吧 对 大学的时候有辅修钢琴专业 对 就可能自己更喜欢往这方面走 但是可能正经的 因为专业学的这些东西 可能从金钱上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更加是一个 比较铁的一个饭碗 所以自己还是会保留自己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职业 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 然后剩下的时间 肯定是能够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东西 兴趣爱好 对 因为其实我也有听到不少人那么讲 就是可能是做这个艺术之外的工作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 然后利用这个经济基础来追求自己的艺术 对 这个应该也是你目前的一个计划和目标 是一个目标 对 对 那之前我们有说到这个话剧 你刚刚也跟我说 你在就是也在纽约拍过一些电影 那最近还有什么新作品吗 最近我上周吧 就是上一个周末 刚刚拍完了一部 一部微电影 是一部讲述 90年代一个家庭的一部电影 对对对 是大概15分钟左右 然后那部戏可能对我 我是作为演员 所以那部戏对演员的挑战比较大 因为那部戏独白比较 就是对白比较的平淡 是一部完全的内心戏 演员演内心戏是非常难演的 因为就像我在这么跟你说话 可能我说的每一个字 都包含了一定的含义 这需要我在不经意间 能够把它给演出来 这对演员的要求是非常大的 所以那部戏 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就是为了拍那部戏 我也是放弃了 放弃了双管季的 差不多有一天左右的排练时间 对 就那天排练我没有到场 对就是 扮演的这是一个什么角色呀 是一个大少爷 是一个家里面的大少爷 主体是他跟他弟弟的一场谈话 就是我扮演的角色 是这个家庭可能说是掌管这个家庭 在父亲去世以后 掌管这个家庭的一个 就是接掌整个家族企业 家族事业 对对对 然后我的弟弟可能是我父亲的私生子 然后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然后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父亲把他给 父亲不是很待见他 然后他自己离家出走 然后父亲去世以后他回来 然后我俩的一段谈话 我的可能我的主旨是谈话的主体 可能是我觉得那么多年来 我对不起弟弟 我要给他把父亲的遗产一部分交给他 也希望他能留在这个家里 还是所以整个的对话 可能就像那时候 因为这部作品是根据 川端康城的一部作品改编的 就是日本作家川端康城 所以可能这个语言上 会有一些比较阴暗的成分 或者比较晦涩的 所以需要大家的 就是演员的内心戏 确实来说对我是个挑战 以前还没怎么演过这方面的东西 这一类的 对这一类的 因为之前可能你比较擅长的是 这个朗诵啊 然后是这个台词比较 对对对 比如说你演过这个 《雷语》当中的这个周平 是吧 像他们的台词都是 很有分量的 而且这个台词 你说说话就是很有戏的 对 这种 对是这样 要不然跟我们来一段 上海人普通话说那么好 我觉得也不容易是吧 行行 给大家朗诵一首 毛主席的《庆圆春雪》吧 好 就也没背下来 然后 北国风光 千里兵风 华黎雪飘 我长城内外 围雨茫茫 大河上下 顿势涛涛 山谷银蛇 圆池蜡象 与天空 诗笔高 续情日 看 红庄 奋势涛 分外 妖娆 江山如此多角 引无数英雄 尽折药 西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唐卢宗宋祖 韩信风桑 一带天窍 成吉思汗 窒心вод宫 舍大调 好 谢谢 那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女卫客室 哇 精彩 上一段的表演 非常的慷慨激昂 可以看得出应该是 从小就很喜欢这些朗诵 对 我从小是主持人出身 10岁的时候参加了 上海市青少年的主持人大赛 进入了12强 然后就被上海市 东方小伙伴艺术团选中 成为团员 期间参加各种主持 朗诵 演讲 包括戏剧表演 还有影视表演各个领域的 从此就进入了艺术行业 对 对 对 还有像相声 小品这类的 都有演过 都有演过 对对对 然后之后可能年纪大了 可能 你这还年纪大了 就是可能步入高中之后 可能更多的可能就是参加一些 话剧的演出 还有一些主持活动 更多的是表演性质了 对 对 因为我有看你的简历 其实我对你的简历 我是蛮好奇的 因为我是觉得 就是说你的涉猎非常广 这和你的家庭背景 有没有什么关系 就爸妈妈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我母亲是一名会计 就两个人其实都是理科 差不多 我父亲算是理工科 我母亲的话 应该也有一些偏财经 金融方面有一些 对对 他就要炒股 炒股 但是你自己 当然你的专业是金融 和父母的比较吻合 对 但是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看是包括下棋 体育 你也都非常喜欢 对对对 而且我在你简历当中 还看到一条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你是这个 门萨俱乐部的会员 是是 因为这个门萨俱乐部 它其实是这个 1946年就成立了 在这个英国的牛津 而且它是为高智商的人 建立的这么一个社团 是 那这个俱乐部呢 就是你要进唯一的方式 就是考智商 对 是吧 对 你当时为什么想到 要说去加入门萨 因为之前自己小时候的时候 测过一下智商 大概是在150左右 就是当时智商还是 因为门萨俱乐部 其实它有一个门槛 听说148是吧 对 这是一个误区 我在这就提大家澄清了 门萨俱乐部的门槛 其实是132正负16 就是132为一个标准 然后它的一个标准差在 正负16之间 也就是理性的范围 应该是从116往上 116到148 它们所谓的148 是取一个上限的一个值 这个标准是在全球2%的人群 他们是视为有这样的 然后1%的人群是139正负16 就是一个top1% 这样一个人群 然后我当时测的时候 确实是在1% 就是139正负16 门萨其实是一个 最近近几年来 比较火的一个词 因为各种国内的综艺节目 很多的选手 都是我们门萨的会员 所以大家对这个俱乐部 也越来越熟悉 就像看什么最强大脑 一战到底 很多选手都是门萨出来的 然后听起来 这个名字也比较响亮 然后我就也去考了一下 也很荣幸能够考上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门萨其实虽然名气是响 但是它确实是所有 全球高智商俱乐部里面 相对来说应该是门槛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 因为它全球 我看是十几万的会员 是吗 对 其实在中国 包括在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有一些更加 门槛更加高的智商协会 可能需要在140网上 150网上都有 这样的一个智商协会 但门萨确实是 比较著名的一个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好进的一个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想 有志青年 有志先进门萨 他好像是4到94岁 现在会员都有 都有 对 而且会员的整个的一个 人群分布 社会的一个level的分布 也是不相同的 有大公司的老总 也有一些可能无业游民 有一些 因为他是纯考智商 纯考智商 对 那你考上之后 你觉得从门萨这 学到什么了吗 你们交流吗 我们一般出去会 大家一起玩 也就是吃喝玩乐 没有什么 你是在美国考的 我在美国考 对 我加入的是美国的门萨 其实就是一个 全球门萨的一个 不同的 不同地区的 或者不同国家的 一个分会 对 那这个高智商的人 在一起玩什么呀 懂你吗 就聊一些东西 比如说 其实也并没有 大家好奇的那么 这种 对很多人问我们 就是大家在一起 是不是会聊一些 非常非常高端的话题 其实并没有 就是聊一些 普通生活 就像我们这样 平时聊天一样 不会有 不会有一些特别的 就可能大家有些时候 会出一些 比较好玩的问题吧 大家一起去探讨 但是 有一些点子 有一些点子 有一些东西 可以看得出 就是我们去做一些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美国这边有一些 好像叫 Trivial Nights 还是之类的 就是做一些 这个 有一些考题 就是 考题就是给大家做 然后大家可以组成一个组 然后每一个考题 可能是牵扯到一些 美国的文化 历史 包括一些 一些智商题 然后我们这边 我们再也会组一个小组 然后去参加 然后每次我们都能拿前三 对 但考的范围 可能除去一些智商来说的话 其他的范围 可能并不是说 就是高智商的人 才知道的一些东西 就是 就各种美国的历史 文化 这些东西 我都不太擅长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的很多组员 他们都非常的棒 就是 这个东西 我不能拿来说什么 但是就是说 其实 说实话 我并没有这个 我个人感觉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 智商这个东西 可能仅仅代表了一个 天赋 或者是一个 学习能力的一个 就是一个 可能相对来说 是一个fast learner 就是一个学习 接受新事物 可能会快一些 但是实际上 在人群中的交往 人群中的 就是人际 人际之间的交往 包括在 不管是职场 还是平时生活当中 更重要的 还是情商 智商这个东西 只是一个参考标准 对 大家都说 一个人成功 其实决定因素 是在情商 不是在智商 完全是 完全是 你也很认同 是吧 我完全认同 完全认同 那你在美国 待了多少年了 九年了 九年了 你对美国社会的认识 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人情社会吗 你觉得 情商在这个社会重要吗 重要 也重要 也重要 说说你的感受 包括我在职场上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美国在 人际交往上 一点不比中国要 就是在美国 在人际交往上 的重视度 一点不比国内的低 就是大家可能说 国内很多 做办公室 要跟对人 站对边 然后要懂得 美国也有这种文化 美国对 就经常是 如果一个老板 手底下有个团队 那个老板如果被 被fire了 他底下的团队 根本生活不了 如果新招来的老板 一定会 带自己的团队 因为美国 他们主张的是一个 一个信任 一个reliability 一个 Can I trust you 就是我可能 我自己作为一个manager 我手底下的人 跟了我那么多 那么长时间 我肯定更加愿意信任 因为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他们的 under performance 他们的skill set 我比较了解 对 比较了解 比较爱用自己 比较熟悉的 对对 自己的 干将是吧 对对对 所以 好 我还要问你一个 你说 除了这个门萨之外 你还有个兴趣爱好 是 这个叫什么 神经语言程式学 后面还跟了一个催眠 对 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自己 非常 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 一项 一个技术吧 可以说 这项技术现在 在整个全球范围内 知道人比较少 我也借此 借这个节目来推广一下 这是一个 我认为未来 非常有前途的一个技术 我为什么叫技术 就是 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technic 神经语言程式学 是一个 英文叫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其实好像 Programming跟 跟编程有点像 其实不是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 这这门 我就姑且管它叫学科吧 这门学科 主要是研究 人与人之间 互相交流的一些 信息的一些 一些采集 一些 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 我在这儿 坐着跟你谈话 我怎么样 谈话 我可以更加 让你对我更感兴趣 或者说 我说什么样的话 我根据你的 各种表情 包括你说话的 语速 语气 我能知道 你大概希望 希望我给你 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或者说希望 这在面试当中 是非常有用的 对 就包括 现在国内 可能比较 喜欢谈 微表情 喜欢谈 眼神 就一些 一些肢体语言 就是这一些 就是所谓的 微表情 其实这些东西 在 神经语言 城市学里面 是有一套 自己的理论的 真的 这个东西是科学 而不是 而不是一个 就好像后面 我要提到的催眠 催眠其实是一门科学 不是好像迷信 或者说 一个 就是 听起来很神秘的东西 其实催眠 更加多的是用于心理治疗的 就是在一个人 有心理疾病的时候 催眠更加能够帮助 通过催眠的方式 进入那个人 进入患者的潜意识 去跟他的潜意识交流 给他足够多的心理暗示 让他在醒来时 自己的潜意识 能够帮助他 消除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 这是催眠的一个 非常正面的一个能量 也是非常有作用的一个能量 一个作用吧 一个效果 所以 就在这儿 也不能说太多 主要就是 你真会催眠吗 我会 我会 真的吗 你要我试一下吗 你试了之后 我们的节目还怎么播呀 这个 比如说像这种 催眠 还有你对这种神经方面的 这种研究也好 你觉得 这和你自己的 个人经历和背景 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会 对这样的事物 那么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有用 说实话 就是我觉得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人与人之间互相的 谈话 怎么样让别人更喜欢你 或者说怎么样 去和别人交流 交流的技巧 或者说就是一个 说话的技巧 然后这个说话技巧 不是根据 根据你说什么话 我要说什么话 或者说之前 design好的 之前设计好的一些话题 而是根据你的一些反应 我能看得出你的一些 作姿 一些 包括我说出来的一些话 你的一些 微表情的一些反应 以及你说话的一个语速 一个 一个姿态 就是一个 能够很快地做出 一个包括一些语言 对 能够做出一些判断 包括你的眼神的一个走动 大概知道 有一些东西 这可能跟 这什么跟你轻松呢 纽约会客室 由Chase赞助播出 中文字幕——YK